在新海爭霸2的世界裡 多線進攻是一項高潮的技巧 但不可以用再多線吧 沒有 各位觀眾 這場比賽是由華爾斯白德 要對上的是橘子熊 我是徐站員 而在我身旁問您請到的賽事獎 您是在江湖上人稱 Joeman的汪俊銘 Joeman 您好 大家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NWJoeman 是 我相信呢 在今天的比賽 最令很多的賽迷期待的 就是 SEN 台灣蟲王 SEN要對上DS 對 光這一個組合你怎麼看 是各有優勢嗎 還是說你覺得SEN的 如果單就這場比賽來講的話 因為這張圖是張大圖 我覺得SEN里頓上還是佔了蠻大的優勢的 是 因為呢 之前呢就是 像SOBEI 我們另外一個賽評就有講說 他其實呢 在SEN還沒有加進來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過了 他說 唯一可以跟SEN抗衡呢 他舉了三個人 第一個就是輝 一個是軟球BO 還有一個就是DS 那SEN呢 對上呢 這個灰已經是 一勝三敗 分了三敗 那他對上這個 人皇軟球BO 是 SEN是兩勝0敗 唯獨就還沒有遇到過DS 但今天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交手組合了 所以觀眾朋友要期待一下 他是放在今晚第三回合 要來進行DS對上SEN 首先呢還是在關心一下呢 在整個戰績排名的狀況 現階段呢 華伊斯Pider 是 七勝三敗的成績 曜月太陽神是 七勝五敗 那 樂神鋼田跟橘子熊都是四勝七敗 不過以近況來看的話 華伊斯Pider最近三場兩勝一敗 三場都遇到曜月 那橘子熊最近三場 他們五連敗之後最近三場 橘子熊也是兩勝一敗 所以今晚要交手的華伊跟橘子的近況 最近三場都是兩勝一敗的成績 好 首先這邊要介紹的是橘子熊 對星海二的教練四葉教練 張宇教練 對 他這個頭髮本來是QQ毛 這樣回歸正常了 十年 十年還回頭看一下 沒發現 好 菲律賓重逃 我們的星海界的夜問 還有一個打十個的十年猛烈先生 劉彥晨選手 第二位要介紹的則是 很有喜感的ROCKER 話講ROCKER 克羅里克勞里林以宗選手 神族的選手 第三位呢 則是我們的台灣重王 Sam 楊家鎮選手 最近有瘦一點的樣子 這位台灣重王最近久勝三敗的一個成績 接下來介紹的是華爾斯白德的 光花璇帝的教練 杜宇生教練 讓SOBE只有不到十分鐘的男人 對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選手 第一位介紹的是 MAX 嗆蝦哥陳希宇選手 第二位介紹的則是 NIFI 劉毅廷選手 第三位則是 惡魔羊王俊 DS選手 上一週贏了AK之後 終於終止了個人最長的五連敗了 他將在第三回合對上Sam 在第一回合的一個比賽 則是由重重大對決 MAX要對上Slam 在上個賽季 總共全個賽季打了214個回合 只出現過四次的重打重 對 這個機率有1.87% 非常低 但是本季過去89個回合 就有這個 六次的重打重了 94回合 加上昨天五回合 所以今年的這個 新賽季的重打重的機率比較大了 MAX本季零勝三敗還沒有贏過 他已經有四場沒有出賽了 零勝三敗分別輸給了Slam Slam 以及FZJ 所以他零勝三敗輸了兩次給重 那Slam的成績是7勝8敗 4x67的勝率 但是呢他是 吞了一個二連敗 是本季 第二次的二連敗 本季最長最多是三連敗 職業生涯最長是五連敗 那這個重打重 那這兩位選手的交手 這個重打重呢 是一勝一敗的成績喔 好在大都會 這張 戰場上面呢 比賽要開始了 好那馬上簡單介紹一下 點位在畫面中 六點鐘方向的 紅色神族選手 橘子熊隊的Slam 蟲 充足選手 對對對 那隊上的呢 則是在一點鐘方向的 藍色重組選手 華裔Spider的Max 地圖是大都會 那這樣子的一個 點位是一個對點 那以對點來說的話 距離是相對比較遠一點點 所以可以考慮 其實是可以考慮 來做一個裸霜的 我們賽評呢 Joeman 翁俊敏 賽評 對 雖然說你現在是說你是打隨機 對 那我發現是不是你心中 根本就是一個神族 古故自立 明明他是蟲族 你嘴巴就是敢唸出神族 講太順了 不好意思口誤 所以你並沒有偏向哪一族 絕對沒有 對 如果有的話也應該不是神族 是喔 有 好那不過這個蟲打蟲呢 像Max Max 他上個賽季對蟲族是兩勝兩敗 這個兩勝裡面贏了白跟Slam 兩敗都輸給了白 那本季呢 是零勝兩敗 兩敗 輸給了十年跟Sam 所以這個Max這隻蟲 對上其他蟲族 是兩勝四敗的成績 那至於Slam這隻蟲呢 上個賽季是對蟲零勝一敗 輸給了Max 那本季呢 是兩勝一敗 贏了Max跟白 輸給了一場是白 對 那因為是一個同種族之間的對抗喔 所以 這個變數是還蠻多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十年這一邊是一個 比較保守的提速狗的開局 而Max這邊呢 只是使用 我剛剛所說的 直接是直接裸霜了喔 那這樣的話 早期的蟲卵會多一點點 但是 他就是要來選擇做一個前期的防守了 所以不是兩人都用裸霜嗎 沒有沒有 這感覺十年這邊打得比較保守 只有Max是選擇裸霜 因為一開始 我們是這一個觀察者 我們是以一個第三人稱的視角 當然可以看到是對點 但是一開始 這個雙方不知道是對點的話 十年可能就是選擇一個比較保守的開局 是 不過對於Max來說 這位為什麼叫嗆聲哥呢 因為他在上個賽季 還沒有出賽之前 就在網路上PO了一個影片 因為他的生涯出燈版 就要遇到這個 Sensu 對 Apple 對要遇到這個 阿波 結果他說他如果輸的話 就要剃光頭 結果好險他沒有輸 對 那前陣子的電競週報 這個Max也說 他希望能夠在一年之內 追上Sensu 不過有志氣是不錯 但是本季他還沒有開湖 零勝三敗 那甚至他是跨季 六場比賽 跨季一勝五敗了耶 不過那一勝呢 就是在上個賽季的最後一戰 最後一場的例行賽 他在太空總戰贏了 贏了誰 就是今天的對手 Sensu 也讓Sensu 也讓Sensu 吞下了上個賽季以五連敗作收 所以 景田又遇到Sensu 對 所以要看看雙方是怎麼打 我們可以看到剛剛Max 因為是裸雙 所以選擇在二框下一根第一次做防守 那十年剛剛這個簡單的潛壓 其實應該已經看到Max的二框已經好了 那自己的二框其實也快好了 所以雙方呢 都還是有開二框的 那有機會看到一個中期的對決了 是 所以雙方都已經下二框了 準備好好的營運一下 喔 這邊兩隻後蟲把他口堵住 一花蟲 十年的一花蟲上來一下 就馬上退了 對 而且這邊還被驅趕了 驅離了 對 哇這邊Max裸雙之後呢 下的是獨爆蟲槽 打的是一個雙框獨爆蟲 而十年這邊也是獨爆蟲槽 哇 兩邊都出獨爆蟲的話 那就要拚這一個圍鈔了 就要有精彩的圍鈔可以看了喔 所以待會可以預想到的是 這個爆漿大賽 對爆漿大賽 很多的獨爆蟲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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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的 會到處爆漿的 不過這個大都會就像地圖 這Max過去是一勝五半 十年這邊剛剛竟然是把獨爆蟲槽取消 然後改下蟑螂繁殖場 難道是改變的一個戰術喔 如果以蟑螂打獨爆的話呢 那理論上蟑螂這邊會佔一點點的優勢 因為蟑螂可以噴比較遠一些 對對對 有點距離的攻擊 那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它改變心意了 這個 人家說女人心海底針啊 說變就變 但是Slam也一下就變了 它不是有觀察到對方 是獨爆嗎 它才改的嗎 還是說靈機一動 可是剛剛我記得 這個Max是有拉兩隻媽媽來做獨口 所以Slam不知道是不是剛剛有王蟲飄進去看到 還是說自己有猜到 對啊不知道什麼樣的原因 哇這邊Max兩隻獨爆蟲 先爆了一隻馬上拉 好漂亮的守住 但是這邊還有大量 哇這邊一次又變了8隻的獨爆蟲 異化蟲先來壓一下 但是待會兒獨爆蟲馬上就來了 那10年現在則是 哇現在異化蟲數量差蠻多 Max有25隻異化蟲 10年只有14隻喔 10年現在是在轉蟑螂 那會不會蟑螂轉出來的空窗旗 現在獨爆要打過來了 是 結果Max 藍色的蟲竹 主爆非常的多 這個蟲可能被炸掉喔 哇 全部都被炸掉慢慢死 而且還有一波要上樓了 哇這個 主礦的蟲被炸到 主礦的蟲被炸到一點點 這一波 這一波10年損失12隻的蟲 而且這個二礦有點危險 還好蟑螂及時的補出來 那這樣子 這一個在蟲蟲樹上面 10年的蟲蟲樹只剩下19隻 那Max家裡面還有31隻喔 這經濟差了蠻多的 Max現在應該是一個優勢了 對 Max有沒有機會在本賽季開湖呢 對 現在10年 能做的就是趕快用蟑螂反壓一波 因為你現在經濟已經有一個落差的話 你再不趕快反壓一波的話 這個冰的人口數會越差越多喔 不過這邊 我看到藍色的蟲族 就是Max 華爾斯巴德的Max 又出來一坨液化蟲 現在又退冰了 因為經濟是比較好的 那補液化蟲一次可以補蠻多 同一時間Max這邊可能要轉科技 再提自己的二本 那10年難道是想要等自己的 蟑螂的一工好 才要出門嗎 但是人口數目前差距 是還沒有太大 目前人口數差距是11左右 但是 這個再拖越久 人口數的差距 理論上呢 Max就會越來越領先了 好 終於是等一工好 其實如果是要等一工好出門的話 是可以更早一點就出門了 哇 結果沒想到Max這邊 是要走一個蟑螂池有下 然後也下一個螺旋塔要出飛塔 但是飛塔應該是來不及好 那先看看Max能不能夠擋住 10年這一波蟑螂的反壓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呢 哇 不過10年這一波 這樣雖然很多喔 18隻的蟑螂 而且是有一工的 18隻的蟑螂 那還很難講 Max不知道還能不能夠守住 因為Max這邊剛剛選擇攀科技 然後又開三礦 所以這個獨爆是 Max的獨爆是轉出來了 但是守不守得住 我們來看一下蟑螂的陣型 對 蟑螂是兵分兩路過來了 哇 結果除了大量的蟑螂 還有一波異化走 哇 蟑螂都撞到獨爆 對 這樣子的話 其實獨爆這邊是稍微虧一點 因為蟑螂還剩很多 對 哇 會不會這個反壓 反而是 20年 這邊的蟑螂群 哇 結果是蟑蟲都拉出來打了 對 被迫拉蟑蟲啊 剛好抓到Max在轉科技 又轉開三礦了 現在Max反而非常危險 這一波蟑螂的短視 今天都還沒有辦法守住 又要再拉蟑蟲了 準備悲劇了嗎 要泡老人茶了嗎 Max這邊雖然也有一點蟑螂 但是感覺數量還是有差距 而且 而且10年的蟑螂是有一攻的 好 這個陣型 10年的蟑螂陣型 還是不錯 還是一個扇型的 哇 前面在大都會 過去是三戰全勝 也算是大都會型男之一啦 三戰全勝的 對 結果現在反壓過來 已經快要清掉人家惡礦了 對 但是這一波好像 守得住嗎 好像還是不太行 10年還是有蠻多的蟑螂 在Max惡礦滴地喔 哇 而且又捕來了異化蟲 而且重點是 他已經控制住了 這個主礦跟惡礦的這個通道 直接GG 結果是Max打了一個GG 這是由橘子熊隊的Slam 獲得了勝利啦 目前橘子熊隊取得1比0的領先 Max零勝4敗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好